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12月11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节目一开始还是依照惯例 先来跟各位投资朋友们 报告一下 现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当冲操作建立的内容 那这是在昨天12月10号 昨天大盘我说量缩霞浮震荡 我们这地方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没有足够获利空间 也没有符合条件的个股 就休兵一天 那今天呢 今天看准了一档股票 3661的一个市心 这两天有利多见报 外资在喊尽 说在调升目标价 11月份营收化公布出来 年增率也高达106% 这么多的利多 可以买吗 现荣老师再三强调 我们做股票 千万不要看到利多 就想要追 利空就乱杀 因为很多时候 这个有经验的人就知道 利多常常是来骗你的钞票的 利空是来骗你的股票的 重点都在观察背后大户到底在这地方做些什么 那大户怎么观察他的一个造体在做什么呢 就要从技术面了 那技术面的部分像今天世新 早盘开平之后 手盘马上就出现个空房量 有卖压出来 虽然一度有大单敲进再拉高上去 吸引散户去追买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又多 但随后这个又不对了 有大户在趁着利多见报 拉高出货迹象 所以加上短线动能指标 出现转弱信号 今天现荣老师建立会员朋友 适心应该采取先卖后卖 这是早上12月11号 早上9点59分发出的指令通知 今天快打当冲标的3661的世新 短线技术面转弱 那既然转弱记得 我们就是要做先卖的动作 定价244.5到245.5之间 先做卖出 停损定在这个249块的价位 目标也定下来233元 所以你看到现荣老师的指令 都非常的一个清楚 做什么股票 代号多少 要买要卖 价位定在多少 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而且预设停损 严格来控制风险 当然还有一句 特别再三叮咛 请不要用市价去追高杀低 很多人可能做股票 是个加入过其他会员都习惯说 哎呀老师指令一扣到 就赶快追买 或是追卖 就怕说没做到 对不对 那你跟别人怎么做 我不管 可是我跟着我做当冲 再三提醒 不要用市价追高杀低 为什么 一来我们当冲讲求的是巨沙成塔的一个这个观念 所以如果你用市价追高 用市价杀低 那一方面呢 你会这个地方价格比较差一点 对不对 那每天差一点 每天差一点 这个长期下来也是一笔财啊 也是一笔钱啊 好那第二个更重要 如果我们的会员朋友都喜欢说 看到这个县隆老师的指令 就用市价追高买进 市价追高杀出 那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在哪里 所有的会员都用市价追高 市价杀低 这不就很容易去惊动到背后的大户吗 人家大户本来准备要拉高 结果看到一堆散户冲进来 那可能就先出了再说嘛 本来大户已经高档要出了 结果一堆散户又先把股价杀下去 那人家可能就跟我们对坐 反手买上去都有可能 反而容易被对坐 反而容易赚不到钱还倒赔 对不对 所以我都再三提醒 跟着县隆老师做股票 请不要在这地方收到指令之后 用市价追高杀低 那你说有没有成交到 怕成交不到的话 我常常讲没成交到 总比说这个地方赔钱好 对不对 那今天有没有成交到 9点59分发出的指令 定价244.5到245.5之间 现股先做卖出 那到了11点多 你看到股价来到多少 246块 所以你看到县隆老师定在多少 244.5到245.5 最高246 不就通通都成交得到吗 平均价在245块 稳稳的成交之后 下半场 你说指数今天拉高 今天做卖出不就亏了吗 可是你看到今天的股价 反而是开高走低下来 收盘也是翻黑的 那我们是在1点钟 市价那时候243.5通知大家买回 不过因为马上就要跳到244 所以这些成交都在244块的价位 那这地方 这个今天赚的不多 1块钱的一个价差 落贷为安 5张大概几千块钱 那我们就不多谈 重点也不是跟他谈到说 我们赚多少 我再三强调 你看现荣老师的节目 其实最重要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看 现荣老师做股票的什么 方法 也就是我常常说的SOP 那为什么方法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做股票 尤其做当冲 都以为说 我只要这个盯着盘看 或是盯着电视看 看到现在什么股票 有大单在敲进在拉了 这就是主力在进货 就可以去买 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其实做久了你就常常发现 每次股价拉高上去 你才去追 人家可能拉高上来是要出货 你一追又买在高点 又掏在里面了 不讲别的 就讲今天的市新好了 早盘这一波拉高上去 如果你去追 不就买在最高点了 下半场马上就套牢在里面 今天不止市新这样 多少股票文贸拉高上去一追 你说指数收盘 是这个涨收在最高 文贸早盘去追的 也套在高点了 对不对 多少股票都是这样状况 甚至像全新早盘拉高上去 你去追 今天收盘还收最低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以为当冲这么简单 看到盘 哇这地方今天有什么股票在冲了 就赶快去买 有赚就跑 有赚就跑 你会发现到 运气好的时候 有时候赚 今天大盘涨了72点 居然这样做还会赔钱 各位投资 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 很多人这样追 这个到处追到处追 白忙一场就算了 倒赔的一堆 重点是如果你还没有因此学到了 所谓的一个正确方法 我常常讲 其实股市之中最贵的学费是什么 就是当你看出这个赔了钱了 用了错误的方法 没有赚到钱就算了 还没学到经验 最后只会用错误的方法 继续赔下去 那才是股市之中最贵的学费 因为你会用错误的方法 一直赔一直赔 几十万上百万再赔 都有对不对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说成功之道的第一步 你应该要先去思考 怎么去找到正确的方法 把复杂的事变成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变更好 自然而然在股市之中 你就会这地方发现 你的财运开始变好 赚钱的几率变高 然后就开始反败为胜 成为赢家了 那县荣老师我做当冲 我都没有跟他尝思 我说我当冲 跟别人所想象的不一样 绝对不是每天在那盯着盘看 什么股票现在再拉升上去 赶快去追 甚至一天冲个几十趟的 很多人都这样 这个到处追到处抢 一天冲个几十趟 忙得要死没赚到钱 倒赔了一堆 那我们的当冲不一样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是这样 第一步每天先观察盘式 决定好多空 那像今天你说 可是指数今天是拉高上去的 可是今天指数在拉高 靠的是什么 靠的一样又是台积电 这地方公布11月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收盘大涨了5块半 可是当今天指数拉高 涨了5块半上 台积电涨了5块半 让大盘子冲上去的时候 就像我常常说的 最近这种盘高档震荡 你更要小心 每次台积电只要一拉高 就会有很多个股的一个大户 趁着指数上去的时候 反而再出货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常常说 反而要先卖后买的胜算 比较高 今天我们会先卖后买 原因也在这里 好 那观察好盘式 决定好多空之后 再从1000多档股票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1000多档里面 我们不用谈多 找最有把握的一档顶多两档 在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然后遵守机率 理性操作 当天进当天出 不要说有赚看对了冲掉 看错了就想要改做波段 那种你会发现 你改做波段的 其实都是在凹单 很容易因此反而赔了大钱 因为你反而是看错的股票 留在那里 所以我说 其实你要当一个当冲的赢家 记得有四大要素 一定要记在心里 第一步就是先做好资金控管 量力而为合理操作 只用自己承担起的风险 来做操作 第二个 不要说盲目的到处乱追 到处乱抢 看准目标 精准出击 维持高命中率 这也是成为当中赢家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三点 这个一定要在预期报酬 大于风险的情况之下 发挥赚大赔小赚多赔少的机会 这才出手 像昨天大盘量缩 所有股票几乎都是霞浮震荡 没有什么赚大得大的机会 我们就休息 最后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严控风险绝不凹单 当天进一定就当天出 不要说赚到 这地方看对了就冲掉 看错的改做波段 再三提醒那是最危险的 好就是这样 每天按照这四大要素来操作之下 你看到县荣老师每天按照SOP 过去这一个多月 我们每天就这样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给会员朋友操作下来 目前这地方累计报酬 已经来到多少 这个今天还没加进来 是15胜5负 对不对 累计报酬 这地方今年以来已经达到84% 就是利用盘中赚了就走 盘后保持空手的方式之下 操作轻松 稳扎稳打 但是又发挥巨沙成塔效果 慢慢的累积财富 当个快乐当充足 这个部分我们都会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帮助会员朋友 用正确的方法 利用当充帮每一个会员朋友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年底快到了 多赚点年终奖金 过个好年 认同我们的 当然都欢迎大家 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回来继续谈到这个盘 那这盘在这个月一开始 上个礼拜12月2号上礼拜一 对不对 那时候指数才刚杀完一根长黑 跌破月线 灌破月线 很多人想说完蛋了 这大盘要就急速往下 我说当然如果台积电破了月线 反弹回测月线上不去 又再度破底 这盘当然就会往下没有错 可是从当时的筹码面 价量结构 5日均量大于10日均量 量的趋势反而在转强 而外资股票跟指数 又同步在买超来看 这时候我认为大盘在这里 只要台积电重新站回到月线 就算欠缺个攻击量 维持高档震荡 没有太大问题 对不对 这个地方台积电又上来了 今天又是靠着台积电冲上来 而也让指数又创下 这地方11700的新高 那只是这样的盘 问题来了 那只是每次都是靠台积电 拉升上来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到 到最后你一样是赚指数赔价差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状况 各位投资朋友想一想 这个盘当指数今天创新高 那些拼命叫大家买股票 买股票的多头老师 只会拿着指数说 你看指数又创新高了 买了股票就是大获全胜了 可是你去看一看前阵子买的股票 真的有跟着创新高有大获全胜吗 不但没有 来随便看个激单股票 像这是10月14号 创意拉出这一根带量红棒 突破整理平台 多拉少老师又在看好 说他有人工智慧 以及习近平在喊进的 区块链概念 对不对 纷纷喊买进 结果如果你相信了跑去追 对不对 一根藏红之后拉高上去 利多出来你跑去买 买在290几 那接下来指数又上来了 然后高档震荡 今天创新高11700点 可是创意的股价 居然今天继续的跌 杀到238块 295跌到238 50几块不见了 指数在创新高 股价反而杀破季限 往下再破底 不只创意多少股票 像汽车安全零组件的建林 那时候也是一根藏红 拉上去突破整理平台 一堆老师就在喊买进 说看好汽车安全 接下来要接棒了 结果呢 结果涨个没两天 最高来到142.5之后 现在大盘创新高 来到11700点 股价今天最低104块半 一跌下来38块不见了 对不对 重伤 再来看到更多人 在这个买进的PA功率放大器 10月底拉出一根红棒 只突破整理平台 又一堆老师告诉你 现在5G商机带动文贸 营收还在创新高雷 那个时候 纷纷还买进 结果呢 结果一个反转下来 从343掉到今天280 又是多少 足足60几块不见了 好 再来看到 一样做5G这个功率放大器的全新 11月5号营收创新高 拉升一根红棒 多少老师在看好 5G的商机带动PA的需求 结果一个反转下来 135块跌到今天 剩下108块 20几块不见了 各位投资朋友 这不是一档两档 现在跌破季均线的个股 到今天为止 指数创新高11700 有200多档股票 杀破了季线 而且都是像刚才那种 稳貌 全新 建林 创意 不久之前 才一堆人在喊尽的股票 没多久一个反手杀下来 现在一个一个重伤 你是不是感觉这个盘 每次都是让你赚的指数 却赔了价差 看起来半天全赶着 一堆又套牢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因为现在大盘指数 是靠着台积电在拉升 台积电7奈米的订单爆满 营收又创新高 当然它会涨 有它的基本面的支撑 可是你要这个地方 才去追台积电 又不敢追 其他老师也是跟你讲 对不对 我们不用买台积电 我们去买其他股票 结果到最后 其他的股票 有像台积电那样的业绩吗 有那样的爆发力 订单爆满吗 大部分的都没有 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那因为台积电撑住了指数 所以呢 长线大户不愿意在历史高档 进场的时候 短线大户看指数还没跌 就在里面冲来冲去 做隔日冲 什么叫隔日冲 股价拉个一根长红 隔天就会有利多 在报纸上写 散户看到股价带量转强 其实很多老师也都是这样 报纸又有利多就追 一追 人家大户隔日冲 前一天买完 拉完红棒收在高点 隔天再开高你去追之后 他就出货 出完货你看到就像刚才创意 像刚才的剑林 像稳帽像全金这样 一个一个反手跌下来又重伤了 所以这个盘到最后你会发现 为什么你买股票爆波段 赚钱很难 原因就在这里 而这还是大盘没跌 万一大盘崩下去 你会发现风险还非常的大 所以我才会再三提醒 这个阶段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发挥盘中满手的优势 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可是我们盘后保持空手 不用害怕美股大涨大跌 这样才有生活品质 今天跟着县荣老师 当冲个一趟3661的世心 股价早盘空到高点 尾盘翻黑补起来 小赚一点点 下午也是可以逛逛街 喝个下午茶 对不对 赚多一点再吃个大餐 重点是你看到这样风险非常低 因为你股票不用担心包在那里 越套越深会不会越赔越多 变长期套牢 每天睡觉又睡得安安稳稳 资金灵活运用之下 天天掌握赚钱机会 快速累积财富 对不对 当然没有时间看盘 不知道怎么当冲 我们知道你都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每天这地方我们按照SOP 精挑细选 指这个转炮最有把握的 一到两档给你 今天世心 小赚入贷赚的不多 看着准的时候 像我们上个月这地方 有没有 从11月13号制邦 那一天也是小赚一块钱开始 11月15号茂连 我们是先买后卖 三块价差五张一万五 方井口袋 11月18康控 这地方小赚入贷 19号台药 哇这地方八张就一万多了 对 嘉泽那天是大赚七块半 四张很多人赚到三万块放起来 建策又有两块的价差 六张又是一万二 瑞玉先卖后码又是三块价差 对不对 超重八连胜 你看到就是这样稳扎稳打之下 从11月1号到今天为止 15胜五负 胜率刚好75% 稳扎稳打赚的扣掉赔的赢亏相抵之后 累计报酬12.4% 投资本这一个多月下来 你们民党假设用一百万来做操作 一百万出头 帮自己加薪个五位数六位数 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这个都是我们在持续 在帮助会员朋友的地方 利用盘中赚了就走 盘后保持空手的方式 用最小的风险操作轻松之下 当个快乐当充足 帮你来加这个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年底前多赚点年终奖金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待会休息时间 就指明加入我们的极品操盘团队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这儿啦 即日起升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很多人最近打电话进来 都在询问现龙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的时候 问说为什么现龙老师 现在反而都是做这个当冲为主 还记得以前现龙老师都是做大波段操作的 的确如果看见现龙老师节目比较久的都知道 当行情那时候跌到7000多8000多的时候 现龙老师是建立会员朋友多头火速归队 全力拼大的大波段操作 也真的帮助会员朋友 在那一波的车用电子 自身科美其马都是掌握到 倍数以上大波段的利润 可是问题出在 我们做股票要去思考 到底现在行情是在哪一个位置 如果是在低档 当然我们大波段全力拼大的 可是在高档你还要再拼大的吗 重点在那什么叫做低档 行情的低档往往是很多利空 下着散户把股票卖光的时候 大户趁机把散户卖掉的股票买回来 这叫低档这时候高手会全力来做买进 那时候七八千点 现龙老师就是这样带着货员朋友 大波段操作底部 就跟多头火速归队 只是只有少数的知音 懂得跟现龙老师那时候全力拼大的 那到了行情高档呢 行情高档反过来 会有很多利多吸引散户 在全力买进的时候 大户却趁机在出货 所以那你去想一想 现在是在低档还高档 对不对 你去看一看嘛 11月份国民经济的信心调查 股市的乐观指数 创下今年最好表现 永远不变的定理 恐慌会见底 乐观会做头 要小心 散户对后市越乐观 有经验的人知道越要谨慎 所以你看到现在散户 都在拼命想要买股票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大股东都在逢高在减码 对不对 那里面包括像这个郁金光 他可能是要现金增资大股东 在卖老股认新股就算了 你看到全新 瑞育 泰硕 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今年10月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的时候 业绩财报 搅出亮眼成绩的时候 大股东在逢高减码 为什么 因为长线投资人就是这样 会埋在景气 也就是股价最谷底的时候 去埋在景气最高峰 也是股价的高点的时候 对不对 那可是散户刚好反过来 都是等到景气看起来最好 业绩在创新高的时候 其实股价都到高档才去追 到最后谁会赚到钱 去想一想 现在是在低档还在高档 所以宪荣老师才会再三提醒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采取快打当冲操作 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每天就提供大家最多两档当冲股 清楚的告诉你要买还是要卖 清楚的给你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倒价通知 这个没有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没有倒价 宪荣老师当天带你进 一定也当天带你出 绝不熬单 今天世新 在小赚个这个地方 一块钱入贷 行情好的时候 这地方甚至像之前的一个 上个月的八连胜的成绩 就是这样稳扎稳打的 帮助会员朋友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想拔温的投资朋友 请指名加入宪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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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